這是我第一次住在江南 我覺得明天可能會濕雨 變濕雨症的 痘痘 不行 把我的痘痘都遮住了 對啦 一直說小事 不敢 不敢 放鬆 我覺得我可以穿出就是自己的風格 好像可以這樣拍照 蠻可愛的 真的蠻可愛的 5 6 7 8 5 好難聽喔 這是我們第一次一起穿風格 這次都去三天 然後今天就是第一天 然後第二天就是一整天拍攝 第三天醒來就 咖啡機 到底要記錄什麼 所以有人跟我講說 欸你就拍一下啊 看看我們就是晚上會幹嘛 看看我們到最後會剪出這件 對 不曉得 我給大家看貼紙那邊 好啊 我等一下呢 下面都破了 其實是一個晚上會巡視的 坐這裡 喔可能 那時候 他自己農工 到好 我收完了 非常的緊張 因為呢 這次呢 是接到Stan Oil合作 哈哈 對然後 因為我其實韓文沒有到很厲害 所以我現在就是一直在複習 你好 大家好 我是Iris 大家好 我是Iris 我是Iris 我們明天一整天就是出去拍攝 然後也是第一次在韓國 就是出國拍攝 然後是給韓國的裝法 韓國的攝影師 就是整個團隊 然後他們的拍攝的流程也都打得非常的詳細 就是所有的brief啊 然後都寫好了 就是要穿什麼 然後什麼什麼頸 然後要拍幾個 幾卡都已經確定了 然後我就好緊張啊 希望明天可以表現好 你好 我是I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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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 完全沒有 我是I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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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帥的欸 真的啊 很帥 突然衝過來 喔 你在累什麼 睡覺 還是吸口水 對啊 就聽到 好的 來簡單的room pool一下 就是我們出差的房間 我覺得重點 它的大重點是它沒有很礙眼的大型的擺飾 對 或是那種奇怪的詭異的畫 對 蠻簡單的 沒有一些製作組裝的東西 就是這個 Amber很滿意的 大師 甚至講不出來 他剛剛是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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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杆師分離 還有那個門 就是這樣 但是我還是很不滿意 它的行李箱沒有辦法打開 這是我第一次住在江南 江南區啊 哇 高樓大廈 平常都是住 宏大那邊 然後上次也住比較偏僻 這次直接住在一個黃金地段 雖然 也看不太出來 厲害在哪 我們要吃什麼當晚餐呢 我剛剛原本想吃烤肉 但是他建議我們吃定食 喔真的嗎 他在我們水腫 你是明天的麻豆耶 我們點了一個大醬湯 然後還有一個set set的話裡面主要是 比較瘦的豬肉 就是沒有那麼肥 明天的麻豆 我想沾爆那個鹽嗎 這個我不敢拍個營養師看的耶 只能喝一口大醬湯 有沒有感覺 喝完一碗你先覺得 現在才11點54 只是我們已經洗完澡 才抬一腿了 這邊有個人很緊張 沒錯 超緊張的 現在表現像看不出來 我這邊影片的Amber超緊張的唷 因為她平常就是不太會捧拍 她都是自己拍照 沒錯而且除了要捧拍很緊張之外 因為她要講她 也是講到我的 我都沒有會講 就是聽不懂她們講話 就會覺得很緊張 對 沒錯 這不知道現在要怎麼辦 做一次 不知道這個 而且因為這個人他是 超級哀人 嘿嘿 請問你針對明天 這樣不好看耶 這樣 請問你針對明天的拍攝 有任何的感覺嗎 我現在就只有覺得 我這個被蟲鳥的痘痘很大 對確實 這邊是蠻明顯 他可能會說 痘痘 早午欠宗好是大 我跟她完全是呈現不同的狀態 這個就是伊人 然後這個就是哀人 我已經甚至 想要躲起來 你知道嗎 反正交朋友阿 不會講 又聽不到 這角度真的很好 哈哈哈哈哈哈 哇~~~ 漂亮欸 然後這邊的話是一些生菜沙拉的部分 哇 我好想吃薯餅喔 現在吃會怎樣呢 然後它還有一個韓式 這算是什麼 我看一下 應該是飯 就像是小定食的概念 然後跟這個是 排帶湯 我們上來飯店樓上吃早餐 吃到八點 然後就要 準備 出發去 裝髮了 滿緊張的因為 裝髮是 韓國人 覺得非常的刺激 我們到了要裝髮的地方了 這邊有一個好像衝進去廁所的人 哈哈哈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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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們偷偷都遮住了 對啊 對啊 什麼時候 忍衝 OK 結 謝謝 兄姐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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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是中場休息已經結束一半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換下半場的妝髮之後就要出去吃飯 其實還蠻快的 今天天氣真的超級好的 還好是晴天 因為我們等一下下午的場景會在東大門的DDP那邊拍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吃攝影棚附近的刀削麵 所有這種麵拼的感覺 對對對 超級的大碗 完蛋 今天的最後一幕 加油 我們拍完就可以跳那個spot吧 你剛剛有那麼超酷 上工囉 小雞上工 出工 好酷 3點16分 我終於起訴了 我們最後一個請呢 是在東大門 然後就是超級曬的 因為今天很幸運 天氣非常的好 然後還遇到那個小小的遊行 好可愛 大致上呢 就是結束了今天的工作 這也好像有點吵 回去再做結尾好了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次 第一次在國外拍 平面的感想 是龍貓的歌耶 5 6 7 8 嗯? 好難聽喔 我把它拍一 怎麼會勒 第一間時間來咖啡廳 好熱 它好笑 因為我們拍攝了當天呢 是希塔29歲生日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特別查了一間 我覺得蠻可愛的就是 有賣蛋糕店的咖啡廳 殊不知就是希塔在我們來的這間 我的驚喜直接被破壞掉 所以我現在要在她面前 買一個蛋糕給她 推薦大家如果 就是要簡單的小小的慶生 可以來盛水的這間 哈哈哈哈 嗯? 那這個是什麼? 起司蛋糕 這蛋糕也蠻好吃的 好吃嗎? 它很像巴斯克 它不只有奇表 哈哈哈哈 哦 大家就是在排隊跟 Jenny的看板拍照 我們 整間很大 很大欸 還直接寫著 微信支付 我一意孤行 要來看寶寶 希望她還沒關 我要馬上買 我在台灣已經買了 但是就是為了這個 See you 限定的卡 我又跑來買了三張 然後呢 我第一張抽到S Coupes 拜託給我一張全身容 一二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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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已經有了 但我不知道什麼 我要在這裡買 然後呢 遇到了可愛的 克拉 次童 印度尼西亞來的 好吃嗎? 哇 哇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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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她們趕快來 不然一個人去 有個尷尬的 而且整間店只有我 哈 收工回飯店 完全沒有想到就是這次 出來工作還有機會可以逛到街 因為我們大概是三點多就結束了 然後結束之後呢 我這趟的重點 重點就是這個 OpenYY跟Hello Kitty的聯名 然後我在開賣的當天我就已經搶到 Hello Kitty的衣服了 超開心的 因為她就超可愛 然後前幾天剛好看到 Jenny有穿 我就非常慶幸我當天有買 因為她 比較熱銷的款式 就是當天基本上就是馬上被秒殺 超級可愛 我總共買了四件 然後我本來就很喜歡 OpenYY 是OpenYY吧? 真的很可愛 我本來就很可愛 我本來就很可愛 因為她還有一款是特別搭配 特別搭配 這款看起來很不妙欸 沒有我覺得我可以穿出自己的風格 我覺得這款有點像是有一些那種 以前那種很慫的咖啡廳 然後會有那種玫瑰牆 你知道嗎 她就是這樣搭成一套就是非常的crazy 就是我覺得 超crazy 我覺得就是大家會記得我 然後她的材質也是蠻特別的那種 有點排汗的材質 喔真的欸 對 當然我也是有買一些基本款 基本款的話就是這種 很百搭的logo 很可愛 怎麼那麼大件啊 我買的是最小的嗎 我買S 超大 這本來就是oversize吧 然後她的話就是最經典 Hello Kitty的藍紅配 所以一定要買這個 最近就是不知道什麼 就是流行回來 就是這種 透氣的 嗯 對不對有啦 最近有流行嗎 有吧 就是因為流行回來 就是這種透氣的網面的 就是籃球褲 對籃球 喔是籃球褲 透氣網面褲 講難聽一點 就是籃球褲 喔對就是籃球褲 我當時覺得會這樣搭一套 就是也蠻 睡衣的 睡衣性 蠻帥的這樣對不對 Eaker 對 我上次有分享過 就是和南東有一間很大間的 它裡面的東西就是 什麼都有各種就是 設計師品牌 然後我覺得都是蠻特別的 我覺得每次去 我就會看它最近又進了 進駐哪些新品牌 這間超級無敵可愛 然後我原本看到那個價錢 我也嚇到 因為它太多睡完是 一萬六 對 大家後來覺得我價值高變大 非常貴 原本就不想買 我就真的買不下去 而且因為它就是這種勾針的 所以我就覺得完蛋 我回家一定會被貓勾到什麼的 然後結果我就帶他們去看 我就說這個 我原本期待他們說 太貴了不要買 結果三個人全部都跟我說 要買 因為主要是這個很可愛啊 對 這真的很特別 它這個是附在裡面的 就是怕會露內褲 就是你可以單出來 還可以搭在尿仔褲外面 可以搭在尿仔褲外面 可以搭在尿仔褲外面 我就是配它單身 你想要直接 也是可以去巴黎島啊 也借了機會認識的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是香港的 然後叫燕燕 Y-A-N-Y-A-N 然後像我查是說就是 它是 粵語 的人人 人的言語 人 然後還有一個超級好像 今天Ember就一直說 他去逛Tamber Ring 然後我就一直說 你要去逛Tamberland Tamberland 我根本就沒有說 我在想說大家講什麼 我根本沒有說要逛Tamberland 對 反正就是我之前 就很想要買他們家的那個 淡淡就是那個珍珠 珍珠的 珍珠光的 對 它就是一個珍珠的吊師 喔 你說的是珍珠背帶那個 對珍珠背帶 我就只是想要那個珍珠背帶 我其實就是對護手霜沒有什麼 興趣 因為平常已經收到很多護手霜 買這個 然後也有買這個 很可愛因為它這個是鏡子 你知道嗎 喔 拍照 就是你可以這樣模糊唇膏 然後拍自己的臉 然後臉剛好是有點 變形的 所以我想說好像可以這樣拍照 我也蠻可愛的 真的蠻可愛的 是一個拍照道具 對啊 它就是護手霜 非常可愛 有人是這樣塗嗎 我不知道 對我以為是橫著的 應該都可以 對然後我覺得它的味道也還不錯 完全沒有想到就是工作還有機會可以逛街 買了 買超多的 對啊其實買蠻多的 對 大概就是這樣的話我們明天就要回台灣了 這是第一次快閃韓國 真的其實我覺得快閃蠻好玩的 蠻好玩的嗎 但是不能常常有 對就是久久有一次的話 不能自己出擊 對 不能自己出擊 就是剛好有這個機會可以體驗這種感覺 對就是橫著的 橫著的 沒有要拍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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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一起拍片我覺得很會想說 欸一個人在拍 你去拍一下 如果想看FM的拍照我可以去看它 讚 各位 想說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包包裡面裝了哪些東西 對 What's in the bag 那先從你的開箱 好 這是我們的包包可以介紹 所以我們這次來拍什麼 超可愛的喔 我們這次合作的 Stan Oil 沒錯 我們是黑色的 然後就是 咖啡色的 它是唇皮的 很可愛 然後呢我們就從吊飾開始 因為吊飾是你知道 一大重點 亮點 把吊飾過滿整個包包 其實塞得下蠻厲害的 對 然後 欸怪了 這樣很想起我覺得這卡 可能會被我中間 對 好我要來介紹 我那時候呢 就是很喜歡這個包包 因為我有兩款 兩款 一個是冬天可以用 一個自己的 然後另外一個現在就是亮點的 它裡面真的可以裝 非常多東西 首先呢 這個是我的 外幣 三筆 對 外幣袋 這是我好朋友送我的 欸 就是我 就是我 就是我很好的朋友送我的生日 你見了 對 我的腰背 很可愛 很可愛 然後因為它呢 就是能夠放的鈔票 不要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這邊就是放 台幣 台幣 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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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定要的 這個怎麼唸啊 呃 Iris 對 它就是客製給我的 接下來呢 是我的女士美的牙套 你會隨身帶嗎 對啊 因為我吃東西 對 因為我牙套很不見 所以我這個是日本麥當勞兒童翻送的 很可愛 相機 護照 我的AirPod AirPod其實可以放鞋面 我很喜歡的色號 你會知道嗎 那個 最好時機 我也是帶了兩支口紅 喔 我也是持續遵守的 新的 新的臉明 臉明 副手霜 有時候拍攝可能是關節地方 會 太粗包 背著一反萬一 然後跟 牙線盒 因為我認為要戴牙槽 一些戒指 所以我會隨身放戒指 你是剛忘記拿出來帶 對 我忘記帶了 然後跟這個 前草絲的 豬豬豬豬豬 我覺得我平常都會帶在手上 還有髮圈 我幫你撿髮圈 跟一個香水 因為有時候呢可能就會 很臨時 想要讓自己下去 也會吧 我老公的叫方卡 方便欸 對 然後後面的話我就是放方卡 我的東西其實蠻少的 其實還是蠻多的 而且我們的包包也蠻重要的東西 好的 這樣我已經可以見成一集了 你不會舉得欸 你根本就一集了 我贏了 愛心 好 喜歡的 喜歡的 愛心 喜歡的 喜歡的 蘋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